另一個也叫人很無奈的經驗 應該不少人都曾經有過 如果沒有家人開車來接機的話 通常我們從桃園機場搭機回國的時候 應該都只能夠搭國道柯雲來回家 不過如果像今天 這樣的端午節的收假尖峰期間 天氣又這麼的熱 民眾就得站在戶外來苦等車子 尤其眼看即將上路的陸客自由行 到時候的兩岸直航班機 增加的又是紅眼航班 所以在午夜過後 機場連外的大眾運輸工具 都已經收班了 對自由行的陸客來說 也是個難題 端午節的下午 搭機回國的旅客相當多 大排長龍在機場外排隊 就是為了要搭國道客運 北上或南下 因為除了桃園機場的連外交通 目前就只能仰賴客運 沿熱高溫的天氣 旅客們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 苦不堪言 很狼狽吧 狼狽的回家 就只能搭計程車的話 那又是另一筆花費 桃園機場連外的客運 目前有六家國道客運業者 和一家地方客運經營 旅行工會全聯會表示 因為這七家從各地 往返機場的路線不同 所以外國觀光客 如果要從台北到機場 恐怕也不清楚 各地站牌位置 得拎著大型行李 走上一大段路 對於路線問題 桃園國際機場表示 客運業者現在各自獨立作業 並沒有相互整合 而客運業者主要是以熱門路線為考量 如果搭車的人不夠多 很難吸引業者再多開闢路線 以及加開班次 不過桃園機場未來還得面臨另一個問題就是 兩岸直航的紅眼航班 因為凌晨零點過後 機場骨道客運幾乎都已經收班 自由行路客一旦落地 可能就會有搭不到客運的窘境 作為紅眼航班的話 對我們的一些作業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當然會聯繫 客運巴士 看有沒有可能要真辦 可是一個原則就是說 本身他們基本上也是要看工序的關係 如果說他們旅客虛度夠多的話 他們當然很願意配合 桃園機場預定8號 將召集客運業者開會延商 是否增加凌晨的客運班次 來服務紅眼航班的旅客 至於機場給予核實通車 目前交通部預定三重到中立路段 民國102年通車 權限則10到103年 同一機場連外交通的不便利 到時候才能渴望解決 記者 陳小青 莊志成 桃園報道